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都在玩PS5的死亡回歸 一個著迷啊 居然沒有注意到這次的黃金周特賣有點東西 這次的主題是歡慶來自日本的遊戲 不只有是日本開發商的遊戲 甚至發行商也算在內 遊戲的數量相當的多 時間是太平洋時間4月29號到5月6號上午10點 台灣時間的話應該是到5月7號的凌晨1點 有蠻多遊戲之前都介紹過 這次影片大概也只能算是提醒有打折而已 有一些遊戲之前可能都有做過影片 如果對簡單的介紹還有點疑慮的 可以到下方資訊欄看一下完整的影片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款NIR自動人型 由S1色和白金工作室共同開發 S1色發行 電腦版的發售日是3月17號 原價是1190 現在打對折只要595塊 目前評價是超過62,000篇的82%極度好評 近日評價是超過2000篇的65%包免不疑 這款遊戲發售到現在 玩家的評價一直都是不錯 但是針對電腦版 優化和中文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 尤其在XBOX版本發行 大家發現優化比較好之後 瞬間激起名怨 導致最近的評價不太好 這款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如果要買的話 建議就是要學一點抓MOD技術 目前看了一下資料 簡體和繁體的MOD都有 這個應該是一定要裝 Steam版沒有中文 那全螢幕補丁和畫質強化兩者也都有 如果沒有打算要裝補丁 建議可能還是要買PS版就好 第二款 死亡擱淺 由小島秀夫工作室開發 電腦版由505GAMES發行 電腦版的發售日是在2020年7月14號 原價是1790 現在4則只要716塊 目前評價是超過32,000篇的93%極度好評 這款遊戲就是鼎鼎大名的送貨模擬器 遊戲核心的玩法就是不停的從A點到B點送貨 一次順路帶越多的貨物 當然你能拿到的獎賞也就越多 可是因為身上的東西越多 你的負重也就越重 你的行走也會越困難 這是第一款把行走要素做成 遊戲核心玩法且大紅的遊戲 這邊要注意的是 雖然死亡擱淺在Steam上 有將近壓倒性的93%好評率 可是這是因為它比PS版玩出很久的一段時間 絕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經知道遊戲的核心內容才買 這是一款超級對腦波的遊戲 而且非常的慢熟 所以如果你是想說要先買來玩2個小時 不喜歡再退 那我想應該是不用浪費這個時間了 前2個小時真的很難會覺得這款好玩 沒有度過前面的5到10個小時 沒有經歷過前面的不爽 到後面拿到摩托車 有雲梯、外骨骼 搭建了高速公路、雙點滑軌 你也爽不起來 這款我個人是很喜歡 但是再次提醒 很對腦波 第三款 人中之龍7 光雨暗的去向國際版 原價1690 7折特價之後是1183塊 評價超乎我的想像 是超過7000篇的95%壓倒性好評 人龍系列一直都在想拓展新市場 想可以藉由人龍引擎開發新的客源 除了之前的人中北斗 和審判之眼死神的遺言 人龍7也將遊戲歷代的主角 同身一馬換成春日一番 遊戲一直以來 主線都是走熱血的黑社會風格 而支線走的則是比較ㄎㄧㄤ 比較搞笑的劇情 有時候會有種看搞笑單元劇的感覺 而且也從以往的ARPG 改成了回合制RPG 這在現在的環境中 是一個很大膽的改變 這一支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不過當時在實況中有投票 問了一下大家的喜好 大概有一半的人喜歡 一半的人討厭這次的改動 會壓倒性好評 我覺得也是跟比較晚上PC版有關 會來買的人 多半都是能夠接受這樣改動的人 我是覺得有一些惡搞的橋段 用回合制RPG 更可以展現製作組的創意 雖然這一款折扣不是真的很高 還有降價的空間 但是如果想玩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買了 另外後面的Hero Edition那些 我要選的話 應該是會把錢省下來 那人龍其他帶也都有折扣 像是極一、極二、人龍六都有 不過還是比較推薦期待 如果只玩六沒有玩前面 可能會對人龍有點失望 極一和極二沒有中文版 總之有興趣的話可以搜尋一下 第四款寫奏之城 由ARTPLAY開發 505GAMES於2019年6月18號發行 原價是1268 五折特價之後是634塊 由武時蘭校司所開發的 惡魔城精神續作寫奏之城 目前評價是將近2萬篇的 95%壓倒性好評 如果你喜歡橫像動作 煉銀河戰士惡魔城 那這次不用我講 你已經買了 那這次當初剛出的時候 有一些令人不太舒服的BUG 我當時還有做影片唸了一下 覺得打模有點差 現在應該絕大部分都修好了... BUT 那遊戲的畫面 動作的流暢 和優質的音樂都令人讚賞 如果你本來就有考慮要玩的話 這次可以買了 另外如果對動作遊戲比較苦手的玩家 遊戲有等級、刷寶和各種角色成長 而且還蠻好練的 我全破那段時間還有特地去把它等級刷到99級 它有另外兩個販售的DLC 一個是Soundtrack 另外一個是打KIGA 就是50藍效師的本人 個人也是覺得可能沒有必要買 就看個人的狀況 第五款AI夢境檔案 由Spike Tronsoft開發發行的遊戲 原價是1590 四折特價636塊 評價是將近3200篇的92%極度好評 這是近期內蠻喜歡 而且非成人像的視覺小說 它並不是真的完全是視覺小說 也有帶點解謎 你是一個警視廳特殊搜查般的警官 要搜查一個很獵奇的殺人事件 一名女性屍體被綁在廢棄的遊樂園的旋轉木馬上 眼睛還被挖了出來 你就要透過你的能力辦案 你的能力還是一個可愛的小正妹 遊戲遊走多重的時間序 雖然會需要動點腦筋想劇情 但是不至於太難懂 在頗為驚悚的劇情和故事裡面 加入了不少搞笑的氛圍和歡樂的氣氛 而且兩者我覺得拿捏的都還挺不錯 並不如我一開始想的那麼味透 不過它的多重時間序和多重路線 需要每一條都走完才會達到最終結局 我自己的遊戲總長花大概差不多25個小時左右 要玩的話要考慮一下自己的時間 第六款Bioneta 由白金工作室開發 SEGA於2017年4月11號發行 原價是500塊 25折之後只要125塊 評價是將近14000篇的91%極度好評 近日評價是超過250篇的95%壓倒性好評 貝傑的美 貝傑的強 貝傑的性感 這都不用我多說 華麗又性感 流暢又爽快的動作 是這座的賣點 在MOD大戰 Nexus MOD上面有非常多的服裝可以安裝 不過要注意的是 這款並沒有Steam官方中文 需要中文的話要另外安裝漢話補丁 如果想跟我一樣 買起來攻著 這價錢還不錯 我是真的有一點會玩 只是不是最近 第七款 王國公子與他的帥氣夥伴們 Final Fantasy 15 Windows Edition 由SE社開發同公司於2018年3月7日發行 原價是1490 對折特價周是745塊 評價是超過26000篇的81%極度好評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聽過人家在抱怨FF15 我自己也在內 可是只要745塊 我覺得還是可以玩一下 而且Windows Edition版本看起來跟皇家版一樣 幾個型男好友的額外篇章全部都有在裡面 也包含全新的地圖 如果你還沒有玩過 我是覺得現在可以入手了 最主要的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Nexus網站上面有MOD可以下載以外 Steam裡面也有內建的工作坊 裡面有一些有趣 且可能會增加遊戲體驗的MOD可以玩 這就自己去逛逛 有一些比較超過的我也不好放 第八款 Super Nutimate 2 由Kentsoft開發 Dampasoft於2019年6月21日發行 原價是278 7折特價只有194元 評價是超過1000篇的888極度好評 這個畫面我就不放了 完全的跋作 遊戲非常的實用 實用到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玩 你只能玩搖桿 這個開發商的遊戲 能上Steam我是蠻意外的 總之開發商是Kentsoft Google一下 猛的 第九款 BANJO 由TRESHIRE開發 同公司於2014年2月19日發行 原價是186 5折特價之後是93塊 評價是超過1600篇的95%壓倒性好評 只有英文版和日文版 不過影響不大 彈幕遊戲中蠻有特色的一支 就算沒有玩過通常也會聽過 難度上比較微妙一點 有的人認為相對簡單 畫面上會有兩種顏色的子彈 分別是藍色和黑色 藍色的子彈 你切換成藍色的形態 可以把彈幕吃掉 反過來 黑色的彈幕也可以切成黑色吃掉 吃彈幕的時候會有個能量條可以集氣 放大招用的 如果全程乖乖閃彈幕 可能會比較難打 通常是盡量且不勉強的狀態下吃彈幕集氣 那這一支我自己玩是蠻喜歡 還有支援雙人模式 不到100塊的價格 儘管平常沒有在玩彈幕遊戲的人 也可以試試看 第十款 齊鹿旅人 由SE社和Aquire共同開發 SE社於2018年7月發行 不過中文版和PC版是2019年6月才發售 原價是1950 對折特價之後是975塊 評價是超過6000篇的86%激度好評 這支比較算是告知有特價 應該也不太用推薦 這是我覺得系統玩起來最好玩的這RPG 如果跟Persona 5相比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齊鹿旅人 變化比較多 總共有8個職業 還可以搭配副職業來用其他職業的法術 而且搭配了副職業 也會學會一些特殊的被動技能 像是商人配獵人的副職業 以及獵人配商人的副職業 而且兩個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對於角色製作玩的算是蠻深的 不過這支也是有點對腦波的遊戲 節奏有點偏慢 劇情方面因為一些遊戲的系統和設計的關係 我不太喜歡 8個人有8段不同的故事 而且通常你會先跑完全部的人 打完全部的第一張 然後再跑完全部的人的第二張這樣下去 故事的情緒會被切得蠻零碎的 雖然你也可以專心先跑完第一個人 然後再跑第二個 可是因為等級限制的關係 比較不容易這樣做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預測玩家會怎麼走 導致在製作的時候 8個人在劇情中的互動會比較低 如果沒有玩到最後的最後大結局 你可能8個人的故事打完還是一頭霧水 強調雖然我覺得很好玩 但是也是對腦波的遊戲 那10款介紹就到這邊 其實這次幾乎就等於是一次大特賣 不過由於這次是針對日本遊戲 所以像是Dark Souls、巫師3 這些打折的常客這次就沒有登場 有打折的遊戲真的相當多 像是閃亂神樂系列 包含水槍、彈珠台、格鬥那些 各種成人不移的遊戲 像是Necopara系列 各種RPG maker 還有一些有名的公司 像是幻影射、CREATO、SEGA、萬代、卡普公 這些全部都有打折 可以趁機補個作品 那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